据国安法的这个可能啊 所以说呢 就建议我不要拍出来 拍出来了 建议我不要这个发上来啊 如果要发的话呢 也做一些修改啊 所以说呢 我拍了很多东西之后呢 我决定呢 就是暂时呢 就等到将来将来呢 做一期这个专门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合集的视频的时候呢 在一起比较啊 就是因为毕竟香港呢 他是经历了这个港英时期啊 后来呢 也经历了现在回归之后的时期 所以说呢 有很多东西呢 前后呢 啊 这是有可不幸的啊 这些比较比较值得玩味啊 比较值得玩味 所以说呢 我也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啊 我决定的进行一个综合之后呢 比单独发出来的更有意义啊 更有意义 那么最后呢 呃 林杰匹系呢 啊 这个 和这个 香港这个朋友呢 就聊了很多啊 就是谈了很多啊 过去啊 现在 将来 那么希望呢 这个 啊 以后有机会再见啊 当然了 是希望在香港见啊 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啊 离开了 所以说呢 我就 也比较伤感啊 比较伤感 但是 天下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啊 宋总他们之后呢 我很快呢 啊 完成了在香港的这个采访的这些工作之后呢 啊 也会 离开啊 也就离开了啊 啊 这个 至于下一次什么时候来香港呢 我也不知道啊 是个未知数啊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再来香港啊 做一些采访啊 拍摄啊 啊 这方面的工作啊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啊 啊 当然毕竟呢 分身分别呢 都是令人伤感的啊 不过呢 我这位朋友呢 自始至今呢 没有在我的视频当中提起啊 因为他说呢 呃 由于他的这个 这个身材啊 啊 跟这个 大多数人不太一样 所以说呢 他就 啊 想在我的视频当中出现啊 我呢 也 尊重他的这个 邀请 于是呢 整个视频当中呢 我这个朋友 我们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法治保障人权 我们有权参与文化生活 我们有言论结社和走的自由 我们有出入境自由 在香港 经济 社会 文化 公民 和政治权利 都是受到国际人权公约的保护 你们基本权利 和我们日常生活 食食相关 要认识人权 去各民政事务处 拿本小冊子 看看啦